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若是帝君知道我故意隐瞒此事 他定不会轻饶了我的 崇林 这不怪你 也好 我和妹妹进去便是 白滚滚垂眸看了一眼怀中的妹妹笑道 这下可如了你的意 马上就能见到父君了 说着 白滚滚抱着妹妹便步入了扶去池 正坐在小亭子中平举双臂的四人 远远地看到白滚滚的怀中抱着一个重紫色毛茸茸的小东西正在往他们走来 随着白滚滚越走越近的距离 众人脸上的变化也是越大 尤其是东华帝君 他已经看出了白滚滚怀中那重紫色的一团影子 竟然是个久违小狐狸 滚滚 这是怎么回事 不等白滚滚走近 东华帝君又急又心痛的声音已经喊出了嗓子 接着 一缕紫色滑光带着冰冷的怒意 对着扶须池外的重磷吼道 重磷 还不给本君滚过来 是 帝君 重磷哒拉着脑袋 急急往扶须池跑来 白滚滚走到东华帝君面前 对着怀中的小狐狸崽子说道 妹妹 和你一个颜色的就是傅君 你去问傅君要名字吧 紫色的小狐狸崽子在众人目瞪口袋之中直接跳到东华帝君的怀中 她选了一个极为舒服的姿势握在东华帝君的怀中 用她那双极是明亮灿烂的眸子盯着东华帝君 好奇地看个不停 傅君 妹妹出生很久了 娘亲想着让你给妹妹取名字来着 这么多年便一直叫她妹妹 这几日她着急想要个名字 便离家出走了好几次 我和娘亲没办法 只好带她来让你给她取个名字 白滚滚迎上东华帝君那双甚是生气的眸子说道 滚滚 为何你妹妹是元神 她这是怎么了 东华帝君满脸疼惜地打量着怀中的紫色小狐狸崽子说道 嗯 妹妹出生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意外 妖王已经看过了 妖王说 只怕要等上千日 妹妹才能称人行呢 白滚滚的眼中也尽是心痛 崇林急急走来 对着东华帝君便跪下来 她将妹妹出生的那晚被定山盘伤倒 又将滚滚抱着妹妹来妖王殿疆养一事 也都如实说了出来 玉碧 崇林静静地等着东华帝君的发落 看着崇林如此一副尽能处罚的模样 白滚滚有些不忍心 夫君 你不能怪崇林的 是娘亲要求崇林这么做 娘亲着实是担心你的很 你若是罚了崇林 娘亲也会生你气的 崇林 今日之事 本君暂且计较 东华帝君冷饮说道 你先来为本君顶一下 本君要去一趟凡事 帝 帝君 你若走了 以我们之力 怎么能顶得住 连颂看着东华帝君要走 不仅叫其苦来 东华帝君没有搭理连颂 看着崇林顶下了他 东华帝君抱起紫色的小狐狸崽子 冷眼看着墨渊道 墨渊 本君只需一盏茶的功夫便回来 这里 你定是给本君稳住了 就一盏茶 东华 你定要快去快回 墨渊一下紧张了起来 东华帝君没说什么 一手抱着小狐狸崽子 一手牵着白滚滚 光滑闪过 直奔凡事而来 小白 一声带着心疼的呼喊 东华帝君将一脸惊恶地 将白凤九拉入怀中 本君竟然不知 你竟吃了如此的苦 看着东华帝君来了 风恒和苏莫叶便将脸转向一边 帝 帝君 你怎么来了 凤九抬眼打量着 满脸竟是滕溪之色的东华 你不应该再服居迟吗 本君有一盏茶的功夫 我让丛林顶了我 东华帝君转眼看向苏莫叶 苏莫叶 这次本君着实该谢你 帝君言重了 苏莫叶对东华帝君拱手说道 只要殿下安稳 苏莫叶定当全力以赴 东华帝君捧着小狐狸崽子 对白凤九说道 小白 这孩子一身重子 如同本君的衣袍一般颜色 就叫他 说到这儿 东华帝君怀中的小狐狸崽子 一脸期盼地盯着东华帝君 眼睛也不敢眨一下 看着他如此期盼名字的模样 东华帝君忍不住轻笑起来 白凤九伸手摸着小狐狸崽子的脑袋说道 帝君 你想叫他什么 本君想叫他东子儿 东华帝君满眼溺爱 又心疼地打量着怀中瘦弱的小狐狸崽子 他一出生便吃了苦头 从本君的名字中取出一字语他 以示本君对他的疼爱和怜惜 东九儿 白凤九轻念了一声 帝君 这会不会宠坏了他 本君喜欢 即便宠坏了又如何 东华帝君抚摸着怀中的东子儿 对白凤九说道 小白 子儿我带回府去吃看馆 让滚滚留下来陪你 可帝君 你能照顾得来吗 白凤九有些担忧 东华帝君依旧抚摸着子儿的毛色毛发 少晚的三十才扶去吃邻居 与子儿来说再好不过 这孩子眼下弱得很 好 帝君 那子儿交给你了 听着东华帝君这么说 白凤九点头答应下来 接着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帝君 不要择罚丛林 是我逼着他瞒了你的 本君答应你 这笔账本君先给你记下了 东华帝君伸手点了点凤九的鼻子 本君这便带着子儿离开了 父君 你只管放心 滚滚会照顾好娘亲的 白滚滚将他的目光 往不远处苏摸掩塔里斜了一下 东华帝君甚至明白 他这滚滚贴心 他摸了摸白滚滚的小脸 滚滚 不要让你娘亲过于操劳 白滚滚重重地点头 滑光涌动 东华帝君抱着子儿 急速往九重天而回 看着东华帝君回来 众人满头大汗的脸上 周瑜露出了喜色 丛林闪过一旁 东华帝君又回到了他的座位 地 帝君 丛林打量着东华帝君怀中的 小狐狸崽子 有些犹豫地说道 您老人家 这是想要妹妹 本君已经为他取了名字 东子儿 东华帝君依旧冷眼盯着崇林道 子儿会同本君一同守在扶去池 崇林 子儿的饭菜 你日日送过来便是 是帝君 崇林这就去为子儿准备饭菜 与毕 崇林抬脚便往太成宫回去 东华帝君再次回到扶去池 众人一下轻松了不少 连颂打量着东华帝君怀中的东子儿笑道 帝君 真是想不到 小弟后进这么快 又给你添了一个女儿 方才 我可是听崇林说了 子儿在药王殿中养伤之时 那药王殿上空的祥云和百只采凤 连连为子儿献了九天的舞呢 连颂 终究是你的女人连累我的妻儿 你可有想过 本君会如何同你算来 东华帝君冷着一张脸盯着连颂 连颂一下被东华帝君戳到了痛处 他露出一抹泛着苦楚的笑 这个 这个人情 本殿下自然会还的 本君便等着你来还 东华帝君美好戏地说道 沉默的思命一个劲地盯着东华帝君怀中的紫色小狐狸崽子看着 小狐狸崽子也盯着思命看着 看了一会儿 小狐狸崽子直接跳到了思命的怀中 紫儿 回到你父亲怀中去 小仙可没有多深的法力 别一时伤到了你 思命看着东华帝君那冰冷的眼神 甚是尴尬地说道 回来 紫儿 东华帝君一声轻叫 东紫儿一下又跳回了东华帝君的怀中 连颂对着思命扯了扯唇角 思命 这紫儿倒是看得起你 一入九重天 便同你如此亲近 三天想 你若是觉得援君这百岁之命不够长吗 要不思命再为援君添个百岁了 思命抬起眼帘 极不友好地说了句 这下 连颂瞬间无语了 想不到 即使万载之后 竟还又诞生了一只紫色旧为户 墨渊一直都在看着 东华帝君怀中 甚至灵动的紫色小狐狸崽子 可这小狐狸崽子 似乎极不喜欢墨渊似的 他连看也不想看墨渊 听着墨渊说话 他往东华帝君怀中一窝 便闭上眼睛睡起觉来 一阵爽朗的大叫声响起 先帝迈着稳健的步伐 走入扶居池 他静止来到东华帝君身边 帝君 我都听姚王说了 真是想不到 帝后竟会给你 诞下一只重紫色的小狐狸崽子 夫君 连颂对着先帝叫了声 他无法行礼 这声叫喊算是行礼了 先帝对着连颂摆了摆手 东子儿 起来给先帝行礼 东华帝君看了一眼 怀中贪睡的紫色小狐狸崽子说道 小狐狸崽子被东华帝君这一叫 瞬间睁开了眼睛 他十分慵懒地 对着先帝抱了下他那两只毛茸茸的小爪子 算是行礼了 果然极是俱美 这模样完全不出帝后 先帝讨好的对着东华帝君说道 帝君 众仙们对这孩子极是欢喜 可否让本帝带他见一见忠仙 也好 只是不要走得太远 就在扶去池外即可 既然先帝开了进口 东华帝君也不好太过明显 服了先帝的面子 若是先帝空手而回 只怕众仙们 定会在背后议论先帝的 听到东华帝君同意了 先帝从衣袖中摸出一个鲜果 对着紫色的小狐狸崽子说道 东子儿 让本帝抱抱你 东子儿转眼看了东华帝君 得到父君同意后 他这才极为懒散地 跳入了先帝的怀中 先帝满心欢喜地抱着东子儿 走出了扶去纸 那日药王殿上空的奇景 他可是亲眼见到了 这紫色小狐狸崽子的诞生 可是预示着九重天上的起照 九重天的安稳 可是先帝最想要的 自然他对这个孩子 也是万分喜欢的 出扶去纸 远远就看到众仙们 一个个伸长脖子 正对着扶去纸张望 一张张脸上 全都带着 颇为焦急之色的模样 看到先帝出来了 一个个将目光 一下落到先帝怀中 紫色小身影上 一阵恶然之后 众仙们纷纷上前围着先帝 目光再次落在了 紫色小狐狸崽子身上 众仙们气嘴巴舌的 开始用各种言语赞赏 先帝笑呵呵地 抚摸着小狐狸崽子 背上的毛发 任由众仙们 纷纷对他道贺 各种九重天降 和万万崽的话 先帝如何如何地 恭维之话 不绝于耳 小狐狸崽子 可是没少在凡事 跟着哥哥白滚滚学习 他虽一时开不了口 可也听出来了 这先帝 就是拿他来炫耀的 他索性闭上眼睛 开始了假妹 东子儿 一个上神对着先帝笑道 帝君他老人家 竟然从自己名字中 取了一次给这孩子 这是何等的疼惜之意啊 是啊是啊 帝君他老人家 可真是极为疼爱这孩子的 就连为少万十祖 护法也不舍得 将这孩子放下 由此可知 帝君他老人家 多疼这孩子 另一个上神 接过话场说道 一时间 围着东子儿的名字 又是一种各番赞赏 恭维帝君的话来 一个时辰过去了 又一个时辰过去了 直到崇林提着食盒过来 先帝才极为不舍地 将东子儿 交给崇林带回府去吃 回到小亭子中 崇林将食盒中的食物 一叠一叠地 放在一旁桌子上 接着 他拿起一双 白摊木的筷子 开始为东子儿 吃起饭来 东子儿可是跟崇林 几位熟悉的 在凡事多年 崇林隔三差五的 就给他送好吃的 眼下 这东子儿可是躺在 崇林的怀中 由着崇林给他喂饭呢 喂饱了东子儿 崇林如同在凡事一般 对着东子儿说道 好了 吃饱了就去玩吧 东子儿听着崇林如此说 他纵身一跃 跳到一株扶渠上 在扶渠宽大的椅子上 玩耍了起来 东华帝君看着扶渠之中 嬉戏的东子儿 不经唇角微微一扬 轻笑了起来 他一双明眸一个劲地 盯着爱女如此 惬意地玩耍 哭作的四人 也不觉得乏味了 崇林 东华帝君转眼打量着 正在收拾石盒的崇林说道 回太成功 准备些精致的吃食 带去凡事 看看滚滚和小白 是 帝君 崇林收拾好石盒 对着东华帝君 拱手行礼之后 便离开了扶渠室 当崇林提着石盒 来到凡事之时 烟池物和结律 已经在凡事待了好几日了 崇林和烟池物 寒暄客套了一番 就被突然从外面 归来的白滚滚缠上了 白滚滚笑嘻嘻地 拉着崇林的衣袖 崇林 子儿妹妹可还好 她有没有给父亲添麻烦呀 她有忘记我这个哥哥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